这场族人介绍五鹤柚子特色 并让民众失吃 为了行销瑞瑞香柚子的文旦柚 今年特别使用纳豆菌来种植 书浩在立法院举办的 幼见幸福活动 除了瑞瑞五鹤和玉璃的文旦外 还有推荐道明的农特产品 在文旦树上 然后它种出来的结果会是肉 结果我们今年这样尝试试过之后 它整个我们整个文旦的果肉 跟那个香气还有软米 还有它的整个吃起来的口感 是非常的好 这边完全没有污染 而且都是第二代来做生产 部落的年轻人回乡来 帮忙做水稻的工作 为了让多位居民众 品尝到花莲的农特产品 在立委郑天才协助下 瑞瑞香公所特地前来台北行销 以谢此打开销路 台湾的同胞 尤其是北部 人口最多的北部 能够多多采购 中中节即将到来 透过农特产品行销活动 让更多消费者认识远向优质的农特产品 记者比林乌柳 立法院采访报导